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1935年出生的大将界三郎都不一样 因为他完全没有战争的记忆 没有战争的经验 他是在战争结束了之后两年他出生的 因而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那不是战争 但是那样的一个环境里 仍然跟战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龚本辉他在他的小说作品里面 说写的也就是 日本怎么样在战败之后 慢慢一步一步重回到 作为一个正常国家 这中间的艰苦的历程 龚本辉和比他晚两年 1949年出生的春上春树 他们都在1970年代的后期崛起 然后变成了日本文学界的中间 春上春树 他以他的听风的歌 崛起在日本的温坛 得到了群像新人上 很快的他就得到了一个特殊的称号 后来这个称号一直跟着他很久的时间 他被称之为叫做80年代 或者叫做新世代新生代的文学骑手 也就表示大家在 《春上春树》的小说里面 在他的作品里看到了一种 过去从来没有看到的 新的日本文学的写法 而这种新的写法 其中有一部分 就是《春上春树》 他完全摆脱了历史的包袱 他写出了不只是没有战争 甚至好像没有了日本传统 没有过去历史传统 所带来的各种不同的压力 一种新世代 他们在作为一个世界公民 类似的这种环境跟角色底下 成长经历 因而他们的生命 没有那么深的日本的纠缠 这是《春上春树》 他文学的特色 那对比对照 龚本辉呢 龚本辉他却变成了一个 最重要也是最忠实 关于日本战侯历史的记录者 那就是1945年之后 日本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能够有像《春上春树》 这样的一种新世代的生活 在日本的70年代到80年代 兴起而取代了 原来那样的一个日本社会 龚本辉他在文学的 成就上最了不起的 那就是他写了《流转之海》 这系列的小说 《流转之海》这个书名 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 《三岛游记福》的《丰饶之海》 都是海 而且《丰饶之海》写的不就是 《流转的轮回》吗 所以看起来在书名上 龚本辉好像是要向《三岛游记福》致敬 在形式上那时候更让人家觉得 他的心里面一定有三岛游记福 因为《丰饶之海》是四部曲 一共有四册 原来《流转之海》 龚本辉他也是设计了一个四部曲 不过等到这个小说继续往下写 我们就会了解 他们两个人要写的 一个是《丰饶之海》 一个是《流转之海》 但在意趣上 在目标上都很不一样 我们知道《丰饶之海》 《三岛游记福》借由轮回 他前后让四部曲的时间跨度 长达六十年 从本多凡邦二十岁的时候 一直写到他垂垂牢矣 八十岁 也就是从日本 大概是日二战争结束没多久 一直到一九六零年代 那这样的长的时间的跨度 再穿插了四世轮回 这是了不起的 宁世时间 要来看待时间的 特殊文学的角度 然而相对的《流转之海》呢 《流转之海》刚开始的时候 龚本辉他的设计 他要以他自己的父亲作为原型 那就是写他的父亲 在一九四五年战败了之后 到底在日本的社会经历过哪一些 而到了一九四七年 当然这也就是龚本辉自己本身出生的这一年 在小说里面 熊吴他也到了五十岁 老年得子 龚本辉就是希望 借由这不一样的时代 不一样的切片来看 这位生人也就是熊吴的老年得子 五十岁的这个小孩 一直到他去世 那一年呢 他的儿子二十二岁 也就是他七十二岁 在这二十二年的时间当中 熊吴他们一家经历了什么 并且借由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表现日本战后的群像 这个社会到底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 经历了战争 从废墟里面慢慢的升起来 可是这样的一种时间观 要用大概一百万字 四部曲的篇幅 来写二十二年的日本社会 龚本辉却越写越慢 等到他的第四部曲 天和夜曲写完的时候 大家知不知道 那个时候这个小孩几岁呢 那个小孩生人只有九岁 所以距离熊吴 他去世七十二岁 还有很长的时间 龚本辉没有办法 他就继续用他的这种笔法 用这种速度感继续写下去 一路一直写 当然这部小说的 他的创作的时间越拉越长 小说的篇幅也越来越庞大 最后是以九部曲 前前后后一共有九册 超过两百万字 以这样的篇幅收藏的 那在这庞大的篇幅当中 更令人惊讶的 那就是龚本辉 他这一套小说 他动用了将近九百个人物 有九百个人物 当然这是一个庞大 可以挥洒的空间 也就让他可以选择 在这二十几年当中 日本社会从最传统的 最右派的 一直到最激进的 到最左派的 乃至于在社会阶层上面 最上面的 到他格外用心 而且他格外专上的 那就是最底层的 所有的庶民 那样的一个广大的光谱 由左到右 由传统到最现代 由最上层到最底层的庶民 就如此形成了 惊人的一个群身像 放在这一部 了不起的庞大的小说当中 那为什么这部小说 可以用这种方式 来为我们反映 日本整个战后时代的面貌呢 让我们想到了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再讲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 一部长篇小说作品 也经常有人会提到 托尔斯泰的这部小说 一般分成四大部 好长的小说 里面动用了五百个人物 好多的人物 但是如果我们从小说的技法 我们从小说的目的来看的话 其实大家应该要倒过来看 看说我的天啊 托尔斯泰真是了不起 他竟然只用了这四大本 还有只用了五百个角色 他就写出了 从1812年一直到1850年左右 那一整个时代 俄罗斯的社会 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 究竟宫廷在发生什么 在那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究竟在拿破仑战争的过程当中 俄罗斯是如何阻挡了拿破仑 而为了要阻挡拿破仑 为了要打赢这场战争 俄罗斯的人民 不同的阶层 他们又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因为托尔斯泰 他的用意是 他要借由这一部小说 几乎等于是取代了所有的历史传记 还有一班其他各种不同史学的记录 他让你读完了战争与和平 你就不只是知道 而且你进入到了那个时代的俄罗斯 如果我们从这样的对比 大家就可以了解 从小说的戏法上来看 有这么多的人 有这么多的事情 你如果把它放进到一部小说当中 只要稍微有一点点 对于小说的掌握 没有那么样的明确 没有那么样的有把握 那就会散成一团 但后来大家就只觉得 小说里面读来读去 读到很多的人 读到很多的事情 但是这些人跟这些事情 后来读完了 你都忘掉了 我们会了不起的 我们今天如果读 《流转之海》 这两百万字的大小说 我们会一直记得 那就是他藉由雄吴这个角色 贯穿了所有这些人跟这些事 那雄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的妻子房江 曾经用这种方式形容他 他像什么 他像是一个 一直不断地在爬楼梯的人 或者是一直不断在登山的人 可是他有一个毛病 他在那里走啊走啊 登山走一走 走到半山腰 他会东张西望看一看 哎呀 那里有一条路 应该更容易可以登到山顶 这个时候他不管 他自己已经走到了半山腰 他就走下去 再换另外一条路去登山 他就用这种方法 一次又一次 他爬到了一半 他就下去换另外一条路 因为他有这样的个性 虽然一方面他有这样的野心 想要登到山顶上 想要成功 可是他一直不断地 更换他的路径 也因为如此 就可以在小说里面 彰显这两个特色 那个特色战后 日本几乎什么都有可能 所以在这些人面前 如果你愿意努力 他就有千千百百条 不同的路 让你可以选择 另外每一条路 都有每一条路 不同的风景 都无可替代 而藉由雄无的这种个性 所以小说里 可以让他一直不断 转换不同的行业 遇到不同行业当中 不一样的人 并且把战后这些 种种行业的 内在的一些门道 都在小说里面 呈现给大家 就如此 龚本辉写完了 绝对不容忽视 可以传世的重要作品 《流转之海》 特别要让大家知道 龚本辉在这部小说上 他了不起的成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